HTC 宣布即將帶來 VIVE COSMOS XR 透過高解析度的透視鏡頭 讓 VIVE 能夠穿越頭盔 將虛擬跟現實結合 好久不見的 HTC 帶來更完整的 VIVE COSMOS 系列產品跟大家見面 邦尼在此線上 HTC 熱騰騰發表的三款 VIVE 系列產品 包括 VIVE COSMOS Play Cosmos Elite 以及 Cosmos XR 搭配上邦尼稍早簡單上手過的 VIVE COSMOS 透過四台機種 組成相當完整的 VIVE COSMOS 家族 在開始之前 邦尼先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HTC 稍早推出的 VIVE COSMOS 在 COSMOS 上 邦尼看到 HTC 盡可能 想讓大家更容易地使用 VR 所以跟過往 VIVE 最大的差別在於 Cosmos 採用全新的 Inside Out 追蹤技術 簡單來說 就是透過 Cosmos 機身上的六顆鏡頭進行追蹤 搭配上全新設計的追蹤手把 不需要任何外部追蹤器 只要把 Cosmos 接上電腦 就能進入 VR 世界 讓 VR 更容易進入到大家生活 想了解更多細節的朋友 可以稍後點擊右上角資訊卡 前往觀看邦尼稍早的體驗影片 而在 Cosmos 買下的伏筆 就是 Cosmos 的前面板 是可以拆下替換的 在面板的後面 也都有相對硬的排線連接 以 Cosmos 為例 上下的鏡頭就是透過面板跟 VIVE 進行連接 這也帶出了 Cosmos 上最重要的特色 模組化設計 終於在今天 HTC 推出了全新的外部追蹤器面板 裝上外部追蹤面板後 Cosmos 就可以搭配雷射定位基地台 除了擁有更精準的外部定位 也可以提供更大的追蹤範圍 所以 Cosmos 裝上這個外部追蹤面板之後 HTC 也推出了相對硬的完整套組 就是 HTC Cosmos Elite 已經有 Cosmos 的玩家也別擔心 既然說是模組化設計 HTC 也會推出相關配件 也就是說 你的 Cosmos 只要替換上外部追蹤面板 雷射定位模組跟基地台 就可以一秒變成 Elite 雖然說是如此 不過對 Cosmos 用戶來說 邦尼會認為 HTC 後續在推出外部追蹤面板時 可以將替換是面板模組 基地台跟手把 變成一個升級套組 提供給 Cosmos 用戶 並且調整相對應的配件單價 如果分開來購買 其實不便宜喔 反而再買一台 Cosmos Elite 更加划算 就等待第二季正式上市時 HTC 的定價策略囉 希望模組化的用意 是提供給 VIVE 用戶 利用手上的 Cosmos 更完整覆蓋 VR 使用情境 並且真的可以做到 值得開心的是 外部追蹤的基地台跟手把 是一二代或是 Pro 版本都能通用 有了 Cosmos 跟 Cosmos Elite 兩者可以更好地覆蓋不同使用情境 Cosmos 只要插上線 簡單設定就能立即遊玩 有很好的攜帶性 就算要帶出門 到朋友家玩都沒問題 而 Cosmos Elite 可以提供更精準的定位 以及最大 30 平方公尺 大約 9 平的遊戲空間 讓 VR 的空間感有更好的發揮 接著 Cosmos Play 受益於模組化設計 你可以先從 Play 入手 VR 之後隨時可以更換面板 更深入地進入高階 VR 所以 Cosmos Play 的定位 就是讓 VR 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 進入大家生活 跟 Cosmos 最大的差別 在於 Play 只有四顆追蹤鏡頭 一樣是 Inside Out 追蹤技術 一樣是插上線 跟著設定 就能直接使用 燒了兩顆鏡頭 雖然一定會影響到手把的定位追蹤 不過如果你只是想要體驗 VR 的沉浸影影娛樂 甚至玩大部分的遊戲都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一直想一虧高階 VR 到底是什麼 那 Cosmos Play 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入門機會 最重要的是 雖然是 Cosmos Play 不過當你想要進一步入科 VR 的時候 Cosmos Play 也支援外部追蹤面板 只要替換上相關配件 你就能一秒變成 Cosmos Elite 最後是邦尼最期待的 Cosmos XR 根據目前 HTC 的官方消息來看 Cosmos XR 一樣支援 Cosmos 系列的獨立式替代面板 只要裝上這個 XR 面板後 就能讓 Cosmos 擁有高解析度的透視鏡頭 搭配上 VIVE Cosmos 100 度的調節視野 讓虛擬可以跟真實世界融合 關於 Cosmos XR 的更多消息 HTC 預計在第二季推出開發者版本 邦尼還是非常期待 此外 HTC 也推出了全新的 VR 圓端會議軟體 HTC Sync 有了 HTC Sync 你可以透過 VIVE 進行多人的 VR 會議 可以同步查看產品的原型實景 或者升起巨大的顯示螢幕 進行同步簡報等等 至於上市資訊部分 Cosmos Play 定價新台幣 16,800 預計在第二季正式上市 Cosmos Elite 定價新台幣 29,900 元 以及帶來更多 VR 的美好到大家眼前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也別忘了右上角對全新的 VIVE Cosmos 系列產品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t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房間 店員是不是